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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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的偶像 曲 李宗盛 他寫這個巨流河 所以他現在已經八十七 八十八歲了 他說老也可以很美麗 很優雅 很有用 所以我想這就是他的一個名言 我非常的喜歡 那我現在要來講一下 我自己是怎麼樣子在過日子 雖然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我是真的是這樣子在過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六十歲以前是工作百分百 我自己又是公司又是基金會 還兩個基金會 我們洪健全基金會 我還做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執行長 所以非常忙 所以一天到晚在開會 我一天到晚在做事 可是到六十歲到六十五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一下調整 做一下調整之後 我開始去學一些運動 去做一些運動 我去國富紀念館跟人家學太極拳 我去學游泳 然後我在工作上稍微開始去注意 有哪一些同伴 有哪一些同仁 他能力不錯 可以配合 可以栽培的 所以這樣的一種調整 讓我比較有一些空閒 可以去做一些我自己愛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這是六十歲到六十五歲的一個 準備的一個期間 所以我的六十歲開始學的游泳 是我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 當然現在就把它變成是我的主要的運動項目之一 那到六十五歲到七十歲之間 這就是進入到我們所謂的法定的老人的年齡了 所以我就開始把我自己的生活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調整 就是剛剛所講的 就由奢入檢 當然以前的生活因為太忙 所以有很多的幫手 有很多的方便 可是你慢慢走入菜市場 你走入這個公共的一個領域 你走入到一種長民的一個生活的一個狀態當中 你才會發現原來是這麼可愛的人就在你四周 所以就是六十歲到七十歲當中的一個調整 就是我把這個生活的安排就變成五十五十 就開始運動 而這個運動本身就不要太局限於說 你只做一種運動 或者只做你自己喜歡的 或者要有人有同伴你才去 所以這個運動一定要慢慢的你把它 自序化安排了之後 你就會變成是一個習慣 然後你就會喜歡它 那當然在這個當中 我自己對於我自己的閱讀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興趣 也跟我的生活跟我的休閒就結合在一起 我開始跟我的鄰居跟我的同事 然後組這個讀書會 然後我也把我自己的興趣 在我們的基金會裡頭發展做這個 志工的一個讀書會帶領人的訓練 那我沒有想到說我們二十五年前 開始做的這個我自己的喜歡閱讀 變成是我基金會的工作的一個項目 然後因為這樣我又跟日本做一個結合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讀書會的網絡 而這個讀書會網絡真正到我自己身上來的時候 我自己受惠最多 因為我現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團體的讀書會團體 有老的有小的 甚至於有很多的成功老化的一些關愛家族的讀書會 那帶領他們雖然不一定是看紙本的書 可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活動 透過一些演講 透過一些觀念的一個傳輸 讓很多你身邊的老人 你的鄰居 或者你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朋友 你幫助他們在一個觀念上的一個改變 甚至於在生活上有做一個調整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的工作跟休閒的比例 在五十跟五十的這個情況之下 至少讓我自己的有用度 對社會的有用 跟這個自己生活裡面的方向 跟這個價值感不會失落掉 可是我又跟我婆婆的朋友 我的鄰居的老太太 甚至於我身邊的一些小朋友 也建立了一些有伴的關係 我還告訴他們說 小朋友你們要知道 將來我年紀大的時候 你們要來跟我作伴 所以現代人說養兒防老 可是我有個新名詞叫養有防老 而且要小朋友 要年紀比你小的 所以這個日本的這個作家 山普林子他講過 他說你年紀大的人 要把你這個銀髮 就頭髮銀髮的那個流儀 你的人生經驗 要傳遞給比你年紀輕的人 你不要吝嗇 因為他們就是 將來的社會的一個主要的動良 所以你的布料就漸漸漸下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出去玩的一些照片 然後70歲就是我現在的年齡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的工作只有30% 因為我栽培的辦公室的 我們的工作的同仁 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了 我只是偶爾去看一看 有個地方可以走一走 30%還是蠻有用的 然後70%就是在遊山玩水 還兼著做志工 所以因為我對讀書會的這個推廣 很有熱心 所以我到哪裡去 人家找我說 你來跟我們講個演講吧 或者講個演講 分享你的生活經驗 我說好 我自己去 有時候還自己貼車錢 我想這就是因為我自己 在我自己的生活跟休閒當中 我找到我自己的意義 這個意義本身不是說 你付我多少錢 我才去做的 是我自己內在的一些東西 所以讀書 運動 休閒跟做志工 就是我現在的一個生活的一個重點 當然偶爾到基金會去 跟我們的同事交換一下意見 所以理由為樂 而且我自己為我自己的老年的生活 不一定要到老人院 不一定要到哪裡 可是我的鄰居 這個敦期慕年的工作非常重要 所以我的老友小友非常的多 然後讓我自己在生活中 有很多的讀書樂 大家看看 這就是剛剛我們主持人所講的 這個國際排阿嬤 她阿祖 她現在是阿祖 我是阿嬤了 那這個是我的孫女 我在讀他們 我孫女最愛看我的書耶 真的是太識貨了 然後呢 他們老少讀書樂 你看她真的她不到一歲 你想不相信 那這是我跟我們社區的人 去攤訪我們淡水的那個 樹梅西的這個照片 所以這樣的一個 我把它歸納成為 養生還有養生 心心靈都要照顧到 這個生計也很重要 生計包括你老後的生活 包括你老後的一些財物的處理 這個你的財物啊 什麼樣的一個安排 都要去想到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三個原則 讓我們自己過得還蠻開心的 所以我也想說 其實你也可以這麼做 每一個人不管你多少歲 不要說 哎呀我反正還年輕嘛 欸錯了 年輕 趁年輕就現在開始 我辦公室的一些同事們呢 就聽我一天到晚講講講 所以他們有些三十多歲 四十多歲呢 就開始也走路了 走了一年多之後呢 也會有成績出來的 至少讓自己漂亮嘛 對不對 至少讓自己澄清氣爽的 就剛剛我們這個吳博士講的 這氣色好 感覺到這個有活力 所以你可以這麼做 就是你要先知道 你自己的身心的狀態 你自己的生活型態是怎麼樣 先去搞清楚你自己的狀態 然後呢 你自己就要下定決心 這個下決心很重要 而且你要不斷地告訴我自己說 我要去運動了 我喜歡 我喜歡 所以很多剛剛我們的同事 同仁帶我說 走這條長廊什麼 天氣很熱 我說我不怕熱 我不怕熱 所以這個心理上的一個單純 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先讓自己覺得 欸我很開心喔 我今天來這裡演講 我很開心 然後我愛運動 我喜歡運動 我要讓自己健康 所以這個素質的心態 就是說你為一件事情 單純的就去做 去做它就是了 然後走出去參加各種的活動 讀書會啦 聽演講啦 運動場啦 美術館啦 甚至於你年輕時候 沒有做的事情 你都可以做 這個自由行 是我最近最得意的事情喔 那不要拒泥一點一點 持續的做 然後要宣告周知 給自己鼓勵 然後告訴你的親友 我現在要這樣做了 然後你要活潑 要多樣化 要發自內心的去喜歡 不要在乎別人 也不要為別人 我想這次是你自己 有時候一個人也很重要啊 這張照片是我啊 這是我啊 一個人看電影 走路吃飯 旅行 都非常開心喔 所以我要說 華麗不只是美麗 是內心的光滑外攝 顯露的光彩 大家看這位 大家都認識吧 電影明星耶 曾荒達 你看他臉上的皺紋 可是還真美麗啊 這一位你們也認識吧 薇薇夫人對不對 她快八十歲了喔 八十 應該八十了 好漂亮喔 然後這一位 剛剛過世了 可是她活得多麼樣的有精神 善國系善主教 那這一位當然是我啦 我也很開心啊 所以我想 最後的結語就是 我們其實要需要改變 看待老化的態度 老年不再是黃昏 而是人生中的黃金時代 所以多出來的人生要 要怎麼樣 越活越華麗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謝金慧女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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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肆 的